着眼未来掌握新机会 大家假日愉快 欢迎收看克斯新闻 我是婉伦 护国神山台积电线上法说会 预计在4月20号登场 将为下半年的景气展望 提出最新的看法 尽管最近有集单 但是中端市场仍然疲弱 相关的关注重点 一起来看吧 金额代工龙头台积电的法说会 将在20号登场 今年的资本支出与先进制程的布局 成为法人关注重点 至近期美国亚利桑那州水情告急 台积电的美国厂恐怕面临缺水危机 台积电已经预计计划在当地建造再生水厂 法人也表示 由于终端消费需求疲弱 下半年的反转仍充满不确定性 目前来看的话 Q2的营收预期会略低于Q1 最好的情况是时评 下半年有机会好转 而台积电的三奈米产能将在下半年放量开出 并带来营收 近四季的财务状况如富途 更多资讯得在财经及时通 以及客新闻 我是万伦 客新闻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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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谢谢大家